大家好,我是Coco 关注两性情感 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 点点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不好惹的四种女人 诚服深 智商高 心机重 太精明了 我们的一生总会遇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 或者是善良 或者是温婉 或者是大方开朗 而有一些 他们外表上看着非常的友好 但是却戴着一副面具 面具后面是真实的她 诚服深的女人 不会让你那么亲密的看出来 往往需要经过 许多的时间 相处 才能知道她真正的面部 一般来说 如果女人诚服很深 那她肯定会有这四种表现的 你可一定要小心了 第一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有些有诚服的女人 她希望得到很多人的喜爱 她会想要别人都认可她 那么她就会在别人面前说话 说得特别的好听 但是在她做事情的时候呢 又不会像她说得这么好 所以和这种人交朋友啊 一定要小心 要留一个心眼 不要真的 全心全意的就去相信她 第二点就是 什么事都藏心里 女人诚服越深 那她就越不会向别人表露自己的一个真实想法 并且不会把所有的事情啊 都露出来 会藏在心里 她懂得克制 懂得压抑 懂得什么话能说 什么话不能说 这样的女人 一般呢 可以结交很多的朋友 可以和各种人聊得来 但是她不会用心的对待别人 第三点就是 只考虑自己的一个利益 女人如果诚服深的话 那她就会很自私 做什么事情都会先 想呢 会不会对自己有利 交什么朋友都会考虑 是不是对方能够给自己帮助 和这种女人相处啊 总有一天也会栽跟斗的 会被她出卖 被她伤害 因为她从来都是只想着自己 别人的感受啊 从来都不会顾及 第四点就是 总是会假装天真的模样 非常的善于伪装 她的外在 就是会假装的很天真浪漫 心里的一个是什么样 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她喜欢假扮自己 能力不强 假扮自己很善良 但是实际上她是一个 非常有主意 也不知道她到底想要什么 表面上呢 是看她是很天真 不安事事 但是 私下呢 她就吐槽各种事 各种人 社会呢 是复杂的 但是更复杂的 死人心了 还是希望每一个女人呢 都是去做自己 对他人坦诚一些 其实有些时候呢 需要伪装自己 保护自己 那也不必沉迷其中 丢失自己的一个本心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 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对本期的话题 有任何好的意见 期待你的留言分享 同时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 加收藏转发